歡迎收看《振振地診》 你好 歡迎收看《振振地診》 大腸癌連續11年是殘連十大癌症之首 大家都知道要長期定期做檢查或什麼 但今天錄這一集其實心裡有一點沈重 因為最近本來應該是一則 讓大家很開心的消息 就于天于大哥他的二女儿苑琪 苑琪刚好最近采下了二胎 然后大家都还在沉寂这个喜悦的当中 但就在这个时候传出来另外一个消息 那在前几年的时候 他检查出来有直肠癌 那后来抗癌成功 现在怀了二胎 怀了二胎在同时喜悦的同时 竟然发现癌症有复发 而且媒体上报道说 是不是有转移到包括肝啊 包括肺这些 现在苑琪还在继续抗癌 但是他心里面想的一定是他的宝贝小孩 当母亲的都是这个样子 可是对于天于大哥跟亚萍姐来讲的话 想的一定也是他们的小孩 希望怀琪这一次呢 一样能够在大家集气的过程当中 能够平安的度过 那大家就会再问 对他来说他一定觉得最不公平 他是放出现在几乎大部分的年轻人来看 他大概是最健康的 不咽不酒不过夜生活 那他吃的也很清淡 在过程当中他的生活也非常的规律 那为什么是这个样 是所谓的癌症因子吗 但是毕竟大肠癌直肠癌 大家都知道跟饮食有很大的关系 那要怎么样去能避免还是可以避免呢 今天在节目现场 为您邀请到几位专家来到我们的现场 同时也请到了祥全来到我们的现场 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下 其实大家要一起帮苑琪来集齐 来 湘泉 欢迎你 谢谢 你好 谢谢你们的朋友 各位的朋友大家好 除了余湘泉之外 今天要跟我们一起来讨论 恐怖的大肠直肠癌一体的来宾友 医药记者洪素卿 内科医师姚伟明 小儿科医师陈慕荣 以及营养师许琼月 现在二姐状况怎么样 他目前其实今天我来录这个节目 我其实蛮担心的 因为他今天我们就是以最快的速度 因为他今天住院 他今天就已经进到 昨天还在月子中心 他今天就进医院了 然后明天准备做化疗就开始了 所以我等一下下午节目 我应该就会自奔医院去看他 OK 我只知道 想起来这件事情我刚刚讲 其实本来全家在 在怨祺 生小孩的那一刻 那个喜悦可以想象 真的 大家都很开心 对 把他全家 然后连我都一起搭 都去看那个 我的外 我的外甥 对 然后去看他去抱他 那时候喜悦 然后抱在手上的时候 那时候都很开心 然后抱在手上的时候 是当天发现有异状的吗 其实不是 其实不是 其实在我姐怀孕的期间 她已经咳嗽了大概 五个多月快半年了 就刚咳 刚咳 一开始以为是感冒 有去看感冒 然后一直都没有吃好 OK 然后就这样咳了五个多月 知道他生产完 然后还在咳 然后结果他生产的结束的时候 他就去造 他觉得不对 就去造了一个片子 造了片子发现里面有一个黑点 这时候就发觉不对劲了 那当然 那时候其实我们就已经 我们就大概晓得院长就已经打掉给爸爸了 然后去做很详细的检查 出来结果以后发觉是从08转移到飞 转移到干 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院齐那时候的他有什么反应吗 当然是他一定也是很震惊 他当然是 他反而倒过来安慰我 可是其实蛮痛苦的 他做化疗 我都看他那个指甲那些啊 什么都发黑啊 那些的 可是他都 我都没有看到他哭过一次 可是这一次 他那天 礼拜一检查完 是他回到家 我发现他在楼下 我就下去了 然后进到房间的时候 把麻在房间里面进去 然后 我也跟着进去 然后我二姐就当早在那边大哭 然后 我本来是都不会在我二姐面前哭的 可是当天 我看我二姐这样在哭啊 我会是很受不了 我就在他面前 我说好都不哭 可是我在他面前我也哭了 然后因为我二姐很坚强 所以还没有看到他哭过 嗯 然后 就第一次看到他这样子 也是很难过 因为他现在是 毕竟是 两个小孩子的妈妈 是 他会 他会担心 在怀孕那个时候 大概五个多月那个时候 其实就开始咳 有叫他去做 做检查或什么 有有 但是他担心会影响到胎儿 可是 那时候 那时候 有去问那个 妇产科 可是其实那时候 那个胎儿检查出来 他的心脏 已经有一点点问题了 所以说 怕再做过多的检查 会更 影响 他腹中的胎儿 所以而且就 就是 妇产科医生也不建议 那所以就没有 没有去做这个 检查了 因为那天 你刚刚讲说 包括那天姐姐 听到这个的时候 因为我印象中 我那天看新闻 余天大哥 他应该是 因为那天他在台上哭 他是 就是那天 知道的检验结果 就是那天 打电 打电话 我二姐在医院检查 然后 他检查完是下午 出来的结果 然后我二姐就 院长跟二姐同时 打断来跟我爸 就跟我爸解释 这样 那我爸是 因为他哭了很久 因为家里一定要有一个人撑住 是 因为我妈是在家里已经哭了 将近一个多礼拜 就是有点类似那种崩溃那种状态啊 对啊 亚萍姐是从 一听说有个黑影就开始哭了 对 那我爸是 哭着嘛 因为他又很累 他每天六点出门 对 然后晚上 几乎快十二点 每天都这样哦 才回家 可是他那天他也受不了 一到台上 他讲到他 开始流人的脸 他后来真的受不了 他本来不想让 可是你说这个 我们家的事情 瞒得了 当然 其实讲真的他后来 你这样子这么频繁的金属玉 是 一定会有人知道的 我们到过 跟 我觉得 大方一点 乐观一点 就是去面对 我觉得这样子让大家知道 然后很多人 帮 二姐 稀稀 加油 我觉得这 反而是 对他来讲也是另外的 更正面的一种帮助 然后 也让更多的 因为我来上节目之前 我都会先问过二姐 我说我可不可以来 节目里面分享 二姐说可以 所以我是觉得 他也是希望说 可以透过节目让更多 因为 一般来讲 可能 他们不会 在意或者是说 关于听到这么多 关于癌症这些的尝试 那可能 以现在的医疗技术 科技 各方面 只要你有勇气 坚强地去面对他 都一定会战胜的 所以有这个病的人 都不要太过的担心 我前几天有看到一个新闻 因为你刚刚讲说 就这个小外甥 其实心脏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 有验出来可能有一点有问题 所以怨琦说什么都不愿意再 多做一些包括照X光或什么 他怕又影响到小孩 对 那 那个看来真的很不舍 就是 怨琦 他小孩生出来以后 其实因为心脏方面 还需要再检验或什么 所以 要做手术 要做手术 做手术 等他大一点 怨琦是后来 才报到他的儿子 磁肠癌复发几率超惊人 疏忽定期追踪要不得 那个时候小乐乐已经 已经生下来 他每天就是在顾他 我们家人也会提醒他 说你要去检查看看 他当然会回我们说好 可是他一定就忘记了 即便是这样子他抗癌成功 医生讲说你这个大肠脂肠癌 如果你是发现的时候 只有五年之内的复发的可能性 可能高达 好 怨琦 怨琦 他小孩生出来以后 其实因为心脏方面 还需要再检验或什么 所以 要做手术 要做手术 等他大一点 怨琦是后来 才报到他的儿子 对 对不对 他是到 因为他后来有去做检查 然后有去打仙影 所以他说他自己都说他是一个 他其实那时候我们在车上 他回家的时候 他说他是雷射人 他现在是辐射人 他现在不能接近小孩 什么的 所以他那天到月子中心 他也是第一次报到小孩 我们都报过了 他还没有 妈妈真的很伟大 就是为了小孩 你说应该要去做检验或什么 因为怨琦的这件事情 姚卓斯 他那个时候抗癌成功了 是 那为什么这是一复发 然后检验出来 就是有转移了 其实我们手术过后 处理掉一些癌症以后 三年之内 就是你积极的治疗 三年之内 是复发率最高的一个时间 复发率大概有多少 三年之内 比如说你手术或化疗放疗 你都处理好了 三年以内是比较容易复发的 刚好现在也是三年以内 对 因为那时候就怀小乐 小乐现在两岁 对 就差不多 对啊 他2017年 所以一个癌症处理 初步处理完了以后 你最少要积极追踪 至少要五年 五年以上 如果这个癌症没有再复发了 你大概还可以侥幸的说 我比较稳定 如果三年以内 你都没有积极的追踪 那你就是一个很大的疏忽 所以 苑琪 只能 我刚刚就讲说真的 你当你到妈妈的时候 你是很难 一般人难以想像的伟大就是 刚好那个时间点 就差不多是 我相信医生应该也有提醒苑琪说 三年以内会是复发期 要追踪 但是因为又怀孕 那时候小乐乐已经 已经生下来 又怀孕 又生下来 他每天就是在顾她 对 那他当然怎么可能 医生当然会提醒她 我们家里也会提醒她 你要去 要去检查一下 检查看看 他当然会回我们说 好好好 可是他一定就忘记了 后来又怀了 对 就连接着有事情 而且当初要怀第二胎的时候 有没有 就是 你姐夫跟 苑琪他们有没有讨论过说 要不要怀第二胎或什么 因为毕竟前面有经过那一段 其实他们好像没有想到 可是我们时间回推一算 好像是圆山宝宝 就是我们在举办 就是他们在举办婚宴的那一天 因为本来我们婚礼那天办完了之后 我们想说他们很累 他们两个很累 因为那个是蜜月房 然后我们就说 那不然你们就多留一天好了 结果后来隔了一个月 我姐姐说我好像没来 因为我姐是 医生讲说她是百万分之一的几率 你才可能怀孕 然后你要怀孕也是这几年了 不太可能再 就是你要再下去 就不太可能再怀孕了 结果她刚好那天又 然后你时间往回一推的话 大概就是 就婚礼那一天 对我们是一月多半 你就十月怀胎 就差不多啊 就她十月十四号出生 是真的耶 就是在那个时候 所以他们那个就怀第二胎是 你这样讲 其实是没有计划好了 没有计划好了 OK 其实刚才那个 五哥有在问说 为什么他抗癌成功 结果还是复发 因为其实孕琦 当时发现的时候 照到他们印象 因为一开始本来以为 自己是痔疮 到后来发现不对去的时候 本来医生一开始 也觉得应该还蛮早的 所以从一开始觉得应该是一期 后来说可能是二期 到后来切片 那种整个结果出来 说是三期的时候 那就要去化疗 可是大家要知道说三期的意义 三期就是说 事实上我们 虽然把它切看尽 但是我们不能保证 它有没有一些癌细胞 已经出去了 所以才会需要做全身性的化疗 可是即便是这样子 它抗癌成功 医生讲说 以这个大肠直肠癌 如果你是发现的时候 已经是三期的话 你五年之内的复发的可能性 可能高达五成 就是你有二分之一的情况 是可能会复发的 所以它风险 浮发的风险其实不低 对 所以它刚刚好因为怀孕 有些检查没有办法做 所以就可能刚好错过了 这些发现的机会 OK 那当然现在就积极治疗 那该做什么样 其实我觉得 就是就像翔全刚刚讲的 用正面的角度来看待这些 本来就是大家乐观一点看待 希望大家一起集气 让怨琴能够度过这一关 而现在看起来的话 大肠癌直肠癌 我刚刚所讲的 姚律师可不可以让大家知道一下 什么 因为一般人都只听得懂说癌症 然后接下来说什么 零期一期二期三期 这些还有大肠直肠癌之间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我们如果躺平的时候 肚脐以下的部分 大部分就是肠子的位置 肠子的位置如果说我们从最长的 开始的盲肠前面我们叫蓝尾 所谓盲肠炎就是蓝尾炎 那盲肠这段小小的去完了以后 这个摸字型就是一个大肠 摸字型大肠走到底以后 这个直直的就叫直肠 所以你发生的位置 如果是在直肠的位置 那就是直肠癌 你发生在右边就是右侧的大肠癌 发生在左边就是左侧的大肠癌 其实我们整个大肠 其实就应该包括盲肠跟直肠 都应该包括在内 所以如果说你发生的位置 比较接近直肠的时候 有可能会考虑到肛门的被切除 所以会需要做人工肛门的问题 所以越接近肛门口的直肠癌 做人工肛门的机会可能就会高 那事实上我来讲 右边的大肠跟左边的大肠 在初期的感觉可能都不太一样 我们初期往往都没有感觉的 等到你有感觉的时候 可能那个癌的肿瘤都已经 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甚至蛮大的 所以我们的解剖位置不同 那个癌症的定位就不同 因为一般人最常 最常拿来判断的就是 或是搞错的 就是 当有血便的时候 就是痔瘡 还是到底是大肠 一般人大概都 就是有没有分辨前血 大概都是这一类的东西 所以我们希望说 如果说你检查分辨 发现有初血反应 你自己可能肉眼看不到 那你就不要先设定一定是什么 那你就必须安排 再进一步的大肠镜检查 OK 张绝这两天媒体有报导 就是 怨期的状况 那时候有需要到要 有建议 医生有建议说要装人工肛门吗 有建议说这样 后期比较不会容易 就是在第一次处理的时候 可是还是有帮他留了 留了一段 因为女生嘛 当然都不会愿意想要做 因为会觉得 对 就是说大家都会觉得 因为人工肛门要 背一个带子在路上这样子不好看嘛 对 所以那时候有建议 医生有建议 但是他觉得还是不要 就留一段 他就留啊 可是说 尤其是如果做人工肛门 是不是真的很不舒服 因为我曾经有一个朋友 就是他去碰到 在那个一个场合里面 碰到他很久不见的一个朋友 他看直觉就说 欸 你哪个大股 然后那个人就私下跟他讲 说不是啦 他去做了那个直肠 然后结果做了人工肛门 所以他说是有一个类似腰带的东西 然后绑在这里 然后人工肛门也在这 所以你如果穿起来的话 感觉上就变得 对比较宽 是这样 然后会影响 很影响到包括 你的生活作息或什么这些吗 也不会啦 就是说基本上 他就是取代 你不要安慰大家 取代你的肛门出口点的位置而已 只是你要照顾好 不能让他有出血或感染 或者是疼痛这些问题发生 是照顾上的问题 我相信有很多人 假设面临到有这个的话 因为我印象中前一阵子 演艺圈有几位名人 也是面临到 要不要做人工肛门 后来说不想做 然后有耽误到或什么 所以这个做的话 不会有因此 第一个一定有人会觉得说 那好像我就把一个 什么什么尿袋 使袋摆在身上吗 我到哪都要这样吗 会不会有味道啦 或有什么 会不会有这些疑虑 不会 其实不会照顾得好 根本没有这些问题 其实最近几年我们的人工照口 还有相关他做照口的材料 都进步很多 所以你刚才说要背一个袋子 其实也不一定 有些如果你可以固定的时间 它其实就是像 你可以上网搜索 甚至国外有一些很年轻的女病患 她还会自己 就是她做YouTube 然后自己清理她的照口给你看 她们叫做玫瑰之友会 为什么叫玫瑰之友会 就是你在肚子上那个位置的照口的长相 很像一朵红色的玫瑰花 然后呢 它有一些照口的材料在附近 那可以用一个膜 像一个塞子把它盖起来 盖起来甚至他们老实说 连游泳都是可以去的 所以你不用担心会闻到异味 然后等于说 你就是等于 你要上厕所干嘛 是把它打开然后做清理 那在台湾相对不方便的地方 是因为在国外比较先进的地方 他们会有针对人工照口患者 特别的洗手间 就是你就是在那边 就是类似我们有残障洗手间 他们有专门人工照口的洗手间 台湾这个观念比较不发达 所以我们可能 比较没有这些专游的 在相对不方便应该是这边 不过如果大家想说 会不会闻到味道 会不会有一个食物在那边 一定有很多人会有这样的 对 其实现在进步的情况下 这些你不用担心这些 其实都是OK的 OK 陈医师可不可以请问一下 其实苑琪在这个过程当中 刚刚有特别提到 因为担心孩子的问题 就我相信有很多 怀孕的妇女也会这样 就是怀孕有些人 连感冒药都不吃 然后你叫他去做什么检查 他也不做 因为他都担心 有任何一点风吹草动 感觉上都会影响到我的孩子 是这样吗 余苑琪饮食超健康 为何癌症还早上门 大家都吃苹果 不是应该很健康吗 然后我们店骨真的不碰 然后连我们家吃饭 他就拿去用热水 然后把我们的那个油弄掉 他是阿妩他会拿吸油的 这样 然后把它夹一夹 然后那个都一样 这样子会减少油脂摄取量 但是这个油炸的油 我们不晓得它是不是已经 我相信有很多怀孕的妇女也会这样 就是怀孕有些人连感冒药都不吃 然后你叫他去做什么检查 他也不做 因为他都担心有任何一点风吹草动 感觉上都会影响到我的孩子 是这样吗 因为前天下的妈妈真的是很伟大 几年来我们小儿科医师 跟妇产科医师密切在配合 那的确有很多这样子的例子发生 有些是说 我刚结婚我想生小孩 然后我刚好发现我得了癌症 这时候我还没有怀孕 或者说我刚好发现我的癌症复发了 这时候我还没有怀孕 那当然我需要把我的癌症症状能够控制到稳定 然后妇产科医师也认为说你的状态可以怀孕 我们再来怀孕 那是发现怀孕之前就得到癌症 另外一种是 刚好怀孕中 刚好发现你的癌症复发了 或者说发现你得了癌症 这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去探讨说 到底还剩几周 小孩子可能可以赶快先让他出来 就先让他出来 我们妈妈赶快治疗 那另外一种说 孩子年纪真的才两周三周大 那你的状况就已经不适合怀孕了 我们是不是终止掉这个怀孕的过程 这是我们必须要考量 胎儿跟妈妈的状态来决定 但是通常首要目标还是以妈妈为主 另外一种就是真的生完小孩之后 才知道说妈妈怀孕了 那就是全力帮忙妈妈做治疗 所以现在我们赶快用很好的治疗方法 然后请他心情愉快 心情很重要对不对 其实真的不要对自己太灰心 他的心情要保持乐观 然后要勇敢的去面对这次 因为他其实这一次的药量 其实是上市的一倍 所以我相信他会更痛苦 小雪看到姐姐这个痛苦我不知道 那个会不会有觉得说 为什么我姐姐要受这样的一个苦 说实话因为看到那个 你说画了指甲的部分时候那些 是自己的亲人都会觉得 有啊因为你 你当那个时候我走进他房间的时候 其实我没有办法多做什么 我就是比如说讲笑话给他听 那就算他也不笑 我就是没关系 对啊摳摳摳摳摳摳摳 然后唱歌给他 可是我上去我房间的时候 我就在哭了 可是我就不会让他看到 可是你这种东西就是 你这一次 你这一次来讲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面对 我真的觉得哇 好难喔 因为 你两个小孩这么小 你那点小乐乐 然后一个又刚出生 连我都觉得 好 冷静 我相信 因为现在开始做积极治疗 好不好 是 我们大家乐观一点去看待这个事 因为 因为他们家的感情非常好 我必须想想想想想 余大哥他们家的感情非常好 所以我可以想想刚才 为什么讲说余大哥 在台上的那一刻 没有办法自己 雅萍姐为什么在家哭一天 余祥全 你平常听到余祥全 然后你会关心他 所有工作 所有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不知道他在家 其实他们家的孩子 是有礼貌的 我必须想想 第一次看到余祥全的时候 那个他们家孩子 是非常有礼貌的 所以他刚刚讲说 碰到姐姐这个状况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觉得人都是这样 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除了能够去逗姐姐的笑 他还能怎么样 然后上去自己偷哭 还能做什么事 我这两天有看到 一直在媒体上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 要问一下 就是二姐 因为其实他有在做健身 有 有在 他有刻意的做一些减肥 或是什么吗 或是他在饮食上面 有什么跟我们一般人 不太一样 他在回 因为他在加拿大的时候 他是有一点点肉肉的 所以他那时候有一段时间 长期 我算长期他是吃 不太吃淀粉 也不碰油的 他都吃 所以你说很奇怪 他都吃苹果 然后 不是应该很健康吗 对啊 但不吃淀粉 因为很多只要减重的人 都会说尽量不吃淀粉 对 他淀粉真的不碰 然后连我们家吃饭 他都拿来去用热水 然后把我们的那个油弄掉 然后这样吃 就连菜 连青菜也是这样吗 过水 类似 就是他过一下水 然后再吃 OK 那我们看他都这样 我们都会 痴 痴痴病 然后就吃 就他们全家都在吃炸物 只有渝远奇在过水 对 他也不吃炸物 他炸物他会拿 卫生那个吸油的 这样 然后把它夹一夹 加一夹 然后那个都会有 他就这样吃 我们看到是有点这样 神经病 然后你们就继续吃 我们就继续不理他 这样一直吃一吃 对啊 所以你说 他喝 可是他很爱喝 那个 dai coke 他很爱喝 碳酸饮料 碳酸饮料 可是这是 减肥的 每天他 起床就喝 像我们是喝黑咖啡 咖啡 他喝 碳酸饮料 所以他一天是喝大概 四罐 他喝水吗 他 他就拿那个 他基本上用那个代替水 在喝 这也是一个 有争议的 饮食习惯 我不知道你讲的 我没说 对 对 你好 是因为其实我们会发现说 我们有去做个研究 如果他是喝的是一个 有添加代糖的可乐 我们会建议一天不要超过宿管 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高风险的一个存在 所以基本上我们会不建议吃到这么多的一个部分 那其实发现说其他的饮食都算是一个健康的行为 但是忽略掉一个小小重点就是我们必须要均衡饮食 并不是不吃淀粉 而是我们要挑选好的淀粉跟对的淀粉吃 譬如说一般我们的淀粉就是白米饭 那我们或许可以 譬如说用个地瓜去取蛋 马铃薯去取蛋 或是其他更好的一个淀粉去做一个取蛋 不能不吃 因为人是需要碳水化而入 需要蛋白质 需要我们的一个脂肪的 那脂肪也不能不吃 只是我们要选择好的油脂 对我们如果自己家里烹煮的话 那也要用对的方式 假如说我们今天是凉拌 我们就会建议用橄榄油 那你如果今天要烘焙的温度是比较高的 你就要挑选适合它的一个发烟点 音乐老师可不可以请问一下 刚才讲说苑琪莲吃油炸物 就要拿那个吸油脂 都把它这样压成这个样的 这样有没有比较好一点 这样子会减少油脂摄取量 但是呢 它在油炸的过程当中 这个油炸的油 我们不晓得它是不是已经超过发烟点 是不是已经产生裂变 里面是不是已经会有攻击 正常细胞的自由饥饿 所以其实当你摄取这个食物进来的时候 其实它已经有潜在的风险 你平常会吃油炸物 我会吃 你也吃 我必须说我会吃 但是我的频率是非常低的 对 一年吃一次 没有这么少啦 大概一个月吃一次左右 就频率也要降低 那如果自己想吃 我会自己用油炸 但我不是会舍得把油丢掉的人 嗯 就是那个油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对很重要 我相信你刚刚自己讲说你在做检查的时候 你包括你跟余大哥 你们也有所谓的基因 高风险 也是高风险 那你接下来会 会 做一些持续的追踪检查吗 应该会 还是 你知道有很多人就是这样 检查完以后就当没事了 然后就这个报告就摆折 然后这样 众人很多吧 众人超级多的 对 像之前台大有一个专门做大肠直肠禁的 他就说 台湾民众超神奇的 他不只是做完基因检查 你想说基因只是基因嘛 他说他遇过那种做大便前血 因为大家都知道 如果大肠直肠癌最不侵入性的检查 其实就是做大便的检查 裡面有没有前血 他说台湾有人做大便前血检查 然后都已经寄报告给他 他说你有前血喔 他都会说 我又痔疮我当妈妈有前血 我干嘛去看 就决定不要再去检查 后来真正来几年后 就是大肠癌而且已经很后期了 所以台湾很多人真的就这么猛 就觉得我自己决定它是什么 然后就把它摆后面 对 那去做检查干嘛 去做检查就是说 有些人是因为儿女逼着去 有些人是因为 你知道他们现在医院有业绩 他会逼你一直去做 就你四来三去 捧场一下 捧场一下 对 捧场 有些人以捧场心态去 检查完就忘记了 因为现在 这据媒体的报道 我不知道陈医师 现在的那个 就是大肠癌的那个比例 有年轻化的一个趋势 对不对 的确有 就是会吃东西的关系吗 以前我们大肠癌都说 你50回 你60回 你40回 其实讲到40岁 都还觉得好像年轻一点 其实现在20岁30岁 我们以前在医院里面 甚至还有遇过17岁 他是生活饮食非常 非常非常糟吧 为何热爱游泳运动 竟会引发致癌风险 他不到40岁 在一次健康检查中间 发现了 他是大肠癌初期 因为他的家族史都没有 那他也是非常养生 他唯一的一个运动就是游泳 一个礼拜游6次 他都是在 那后来我们跟他建议说 你那个就是一个危险因素 那时候我们就想说 他就抱怨说血便嘛 我们当然一开始 这么年轻 你不会一开始想到癌症嘛 我们一开始都是想说 最简单的事情 你可能肛门口有裂伤啊 你可能有痔疮啊 后来 哇真的 大家嘴巴下巴都歪了 真的是大肠子肠癌 那年纪这么轻 我们当然就开始问 他爸爸妈妈自己也讲了几个条件 其实这几个条件组合起来 还真的有可能 喜欢吃红肉啦 然后晚上熬夜打电动啊 然后什么香肠啦 腊肉啦 这些食物 那其实还有另外一个 刚刚好你也有的 就是家里面的基因 就是基因加环境 两个组合起来 你现在是 陈医师 你刚刚有Google我是不是 对 有吗 不用Google你都知道 你的生活习惯 应该会是这个样 不是 所以年纪就真的说 以前认知都可能 例如说50岁以上才会发生 我们这个肆癌筛检 都建议某个年龄层以上 才需要做 陈医师你会建议 肠权接下来要怎么样 我会建议 从现在开始 真的也是要改变饮食习惯 基因是先天带在身上的 可是后天的环境加上 这后天的饮食习惯 都可以稍作修正 那你说我真的 又做了那么多 为什么还得了 你反而应该讲说 我如果真的没有做 我或许会提早得 我或许会更严重 反正能做的 我们都希望尽量做 那肃琴 其实刚刚讲 社长愿琦是用非常积极的心态 在面对 从第一次 我觉得她告诉大家就是 不用担心 你就去面对她 这样的一个方式 现在她有这样一些心情 可是 有很多人碰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就往往会听信很多 有人跟她讲 我跟你讲 这时候一定有超多人跟你讲说 爆料 有没有 连我的都爆料 我的粉丝团都爆料 就是 不管是粉丝团 各种方式 脸书 我跟你讲草药 什么什么 跟我们公司有什么 什么天宫 什么庙 什么拜 什么粉 吃下去什么都会没事 寄一大堆 但你们不会 这种偏方 真的台湾民众 他们相当的热心 有时候你可能只是跟 强权一起上电视 他也会寄到你的信箱说 我们这是好心要分享 你如果有再遇到他们 就跟他们讲 其实他只要吃A加B加C 就会好了 很多这款人 可是你会发现 很多人还是容易受这个诱惑 比如说你看之前 包括猪哥亮 猪哥亮 猪哥亮是因为他 第一个他可能真的担心说 第一个对照口的误会 就想说我只要做人工肛门 我要带着时代到处走 其实有些 即使你本来很大 可能要做 他们可以先做前期的 前驱的化疗 让它先变小 或先用化疗 让它小 小到可以保留 比较大的空间之后 再去开 还是有流肛门的可能性 所以第一个 即便你的病情 可能初判有可能觉得还蛮严重 还是有很多种治疗方式 可以跟医生讨论 你记不记得贺一航 贺一航当时 他有去开刀 可是医生跟他说 你已经到了这个级别 你应该要化疗 对不对 因为他可能就想说 大家都说化疗 化疗到 都会吐 都会啥 那就在那边讲 结局是 可能几年没事 可是还是不发来 所以第三个 还有一些是根本更 我有一个医生跟我说 他遇过那种更鸵鸟心态的 是相对年轻的男生 他其实一开始 就应该已经有发现一些问题 医生就跟他说 我觉得你这个非常可疑 一定要再去积极检查 就跟他说你要去大医院 做检查并且治疗 当时因为他已经有 论及婚嫁的女友 他就觉得说 我现在去检查治疗干嘛 然后什么事情都好像人生都 都会变样 他就决定假装不是 忽略医生的提醒 然后就不管了 就很高兴的去办婚礼 结婚干嘛 完全把医生给他的提醒 抛诸脑后 结果那个精神科医生说 那是他人间觉得遇到 最最最最悲凉的情况 就是当那个男生最后 因为他一直忽略他 然后他癌症 真正到他问题很大了 到医院的时候 因为已经末期了 他们做了一些疗法之后 他就已经到了安宁病房的时候 你懂吗 就是当他的太太要生产的时候 这个男生已经在安宁病房 原因就是因为他一直逃避他 到最后他甚至都已经到医院来 都还想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可以救自己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 他说那个时候 那个男生非常非常非常的后悔 他不知道自己当初 为什么会做这个决定 为什么不接受正规的一些 为什么不该就一开始 就接受正规治疗 一开始就很勇敢的去跟家人 我觉得家人的支持 你们很重要 家人的支持 然后寻求专业的医疗 有各种的选项 然后来去做 千万不要觉得 我只要当他没有 他就没有 然后各种偏方 应该比西藥厉害 真的不可能 相信你刚刚提到 有很多包括粉丝 但我相信他们是好意 会提供很多 我还是 谢谢 谢谢各位 民众提供的意见 就是 可是 我们还是真的 就是像医生讲的 我们会走 正规的 医疗方式 去处理 那还是 借各位的 宝贵的意见 那 营养品那些 我们会 我们会 会斟酌 营养品可以斟酌 对 我们会斟酌 那 我 像我个人的话 我每天都有 帮我二姐 在 祷告 就是说 就是说 希望他可以度过这个 难关 这可能是他的 算是一种 一种 算是人生历练的劫难 他会过 对 很多民众 不管是什么信仰的 可能是佛教的 他可能会 帮他念一些 我们都不反对 因为这个都是 大家都是像 戴天 向他求情 我觉得这个都是 很好的给他一种信念 给他一种 加油 那 真的很 谢谢大家 然后 我相信 我姐 一定 透过大家的这样的力量 跟支持 一定会有办法 战胜 病魔 然后 站出来 跟大家 亲身的 再跟大家来讲 他的经历 OK 对 我也相信会是这样 这是最好的 相信姐夫现在 他在 他在姐面前 是从检验出来以后 对 姐夫有哭过吗 应该有 可是我们没有看到 可是他不能倒 因为他在二姐旁边 他一定要在 他很重要 他很重要 而且他 他还有两个小孩 要同时照顾 而且我姐很 很依赖他 很依赖他 你姐有多依赖他 平常 两个人的 都会 因为他们的相处模式是 那种 我姐夫是一个 蛮 怎么讲 蛮白烂的一个人 怎么白烂吧 就是 比如说 比如说像 生产的时候 我姐 很痛嘛 然后她还会在房间说 等一下我把狗赶出去 就是那种 这时候还管狗 然后她就把狗赶出去 然后她就把狗赶出去 我姐夫就是一个这种人 你知道吗 然后开灯 开那种开车的时候 明明医院就在那种 我们家附近 他开车 早上六点 他开车那个闪红灯 一般来讲闪红灯 孕妇你管他 你就自己冲了 对不对 他就停在那边这样 然后我姐是这样看他 你干嘛停 然后他这样 他在撞 撞那个车窗 我说 有车啊 就是这个很危险 要停一下 我姐夫是这种人 OK 就是 然后我姐就看到这个 然后撞窗户这样 然后才 现在没车的可以走了 她这样左右看一下 现在没车的可以走了 然后 然后才开 然后你知道就是 一般来讲 然后我们宋之慧那种 就 当然啊 那时候就当救护车用的感觉了 因为早上六点 哪来的车啊 闪红灯你停个屁啊 一巴掌给你打下去 你一个 对 我姐没有揍他算不錯的 OK 可是 我觉得他对我姐来讲 是一个很好的一种 那种 调节 可能有时候痘痘嘴啊 然后 开贺玩笑啊 他就是天性就是那种 而且你说你姐也非常依赖他 所以这个时候对你姐来说 他更重要 很重要 可能会比我们家人来得更重要 在过程当中 刚才特别提到 家人的陪伴很重要 乐观的心态很重要 正确的医疗更重要 姚医师 可不可以告诉大家 尤其家人 这时候要怎么样去帮助一个病患 其实要先站在一个同理心的立场 就了解病患他现在的想法是什么 然后尽量恢复他平静的心情 然后找一些足够的资源 包括人际的资源 包括医疗的资源 让他能够得到最完整的照顾 那这个照顾有的时候是 身体家人的互动 有的时候是一些医疗资源 或是营养资源 但是事实上来讲 我们刚刚讲说 他完全不能接受自己是一个 很有健康概念的人 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疾病 其实我有个个案 他也是这样子 他不到40岁 在一次健康检查中间 他认为自己是健康宝宝 结果他发现他是大肠癌初期 究竟姚伟明医师 见过什么印象深刻的大肠癌病患 他不到40岁 在一次健康检查中间 他认为自己是健康宝宝 结果他发现他是大肠癌初期 OK 那他是因为健康检查中间 有加了一个大肠镜检查 否则他永远不知道自己是大肠癌 因为他的家族史都没有 那他也是非常养生 他唯一的一个运动就是游泳 那他游泳是一个礼拜游6次 他都是在地下室的游泳池游 那后来我们跟他建议说 你那个就是一个危险因素 因为游泳池里面用漂白水消毒 那里面的氯气你天天在那边吸 15秒钟氯气就从黏膜进到身体了 那如果你累积量到一个程度 你会癌化 所以如果室外他比较容易挥发的意思 对 他容易挥发 多重 是 所以你也在室内游泳 对 我们刚刚讲的你哪一样没来 好像多重 OK 红肉 对不对 室内游泳 你不是开玩笑吗 不是不是 那事实上我们处理大肠癌 我们现在传统的处理方法都是 先分辨评估有没有前学 然后再做大肠镜 可是在美国他们有一个很先进的方法就是 我用抽血就知道你有没有早期大肠癌 OK 就不用先做大肠镜 为什么我们台湾不行 台湾的只有肺癌有这个抽血的方式 早期筛检 大肠癌还没有 也有了 也有了 只是超级贵 这个当然纳入考量之一 十几万 我抽个血要十几万 然后抽出来没有 然后我白花要十几万 不是觉得很快乐吗 你干嘛想到你是白花 你讲到后夜也没有 我去做肠胃镜好了 你可以对付分辨前写还不用签 对 抽个血然后抽出来说 你没有 你恭喜你花十几万 我行 不是小雪你要换一个角度 不管检查的结果没有都该开心 对但是那个真的还蛮贵的 不过针对身边陪伴的人 我还是有几点建议 因为不管自己是生病的人 还是身边陪伴的人 其实你的心头都是一颗很大的石头 压在那里 所以你身边陪伴的人 就算你跟这个病人说 你要想开一点 其实这句话其实没有什么用 没有 所以你能够做的大概就是 陪伴他 包容他 然后再加上照顾好自己 陪伴他很重要 包容他 因为他的心情一定会有起伏的嘛 我之前曾经有遇过一个说 好你生病了我容忍你发脾气 但是你生病好了之后 我要跟你离婚 这就是你没有包容他嘛 那结果呢你这句话一讲出来 你请问人家到底心情要 到底想要我要好 还是我要不好 所以他或许有一些情绪的起伏 我们在陪伴他的时候 我们要包容他 然后自己的身体健康也要注意 当你自己身体不健康的时候 你有没有能力去照顾一个病人 那他还要为了你的担心 这件事情都是不理想 林老师 最后还是要再提醒大家 在饮食上面 希望能够尽量做到可以预防这些 好那其实我觉得预防我们就是讲 我们要多吃什么 基本上我们会希望要多吃蔬菜跟水果 但这句话长丁 可是多吃是所谓多少才叫多吃呢 一定要一个量出来 因为每个人的定义都不太一样 基本上我们会建议 膳食纤维至少要摄取25公克到35公克 那这样的概念是什么 其实一个拳头左右的一个地瓜叶的膳食纤维是3公克 它算是膳食纤维含量高的 所以你换句话说 你一天至少要吃八个拳头的地瓜叶 八个拳头的地瓜叶 所以这个是均衡饮食 八个月都没有吃到一个拳头 所以我们要把它平均分开 有啦我一口就一个拳头了啦 不要这样子啦 比如说我们的饭 所以我们才会推说 我们每天的饭要吃五股饭 要吃糙米饭 因为你在吃饭的同时 这一碗饭里面 它至少也有五公克左右的膳食纤维 你一天三餐如果你是吃糙米饭或是吃燕麦片 那你一天是不是又多了15公克 你就不用从这么多的蔬菜来 那你的水果一定要摄取到足够的量 所以我刚刚讲25到35公克是基本标准摄取量 是每一个人要吃到这样 并不是多吃 那如果当你发现你是有一个高风 就是直肠癌大肠癌的高风险群 其实我们都会建议 平均再多两份到三份左右 就是二到三个拳头 OK 相信爸爸在家里面要撑住 他现在又是超忙的时候 外面也要撑住 对 他在外面也要撑 然后尤其在 不管在亚萍姐或在儿女面前 他更要让大家觉得说安心 他要这样 他会不会有时候在家里面晚上 或是什么他自己 有 会不会落泪 有 我也其实 很少看到爸爸哭的 因为我爸是属于那种 早期那种很man的那种男生 你知道吗 就是他不会轻易的 男人是家里面的支柱 对 他不会轻易落泪的 可是他在家里他真的就 所以我基本上我有学到他这种 就是说我不会轻易的 在外面面前掉眼泪 可是我那天就回家我就看到他就是 真的 真的 就是在那边 躲在那边偷哭啊 就是 唉 我看了就是其实也很 心酸也很难过 因为他 可是我爸真的尽全力 他就是 就是联络各种管道就是 医疗最好的团队 然后最快的方式 嗯 把我姐安排进去 然后说 就是 趕快去做 然后停 然后那时候他就 摸 握住我姐的手 然后说 你放心 爸爸帮你处理 教育爸爸 然后说 我已经帮你安排好了 你就是 尽量的去 那个里面就是 去做化疗 嗯 不要担心任何的事情 什么什么 一定会好 放心 爸爸的 然后就这样子安慰他 湘姐 分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 家人现在对怨气非常重要 那家人互相之间的打气也很重要 有没有什么要跟爸爸妈讲 大家一起乐观地看待这件事情 有什么要跟爸爸妈讲 爸爸 你很辛苦 然后要 还是要 自己的身体 不要鼓励 然后妈妈不要一直在 这么 难过的 每天都一直在哭 然后 也会伤到你自己的身体 就是希望 可以坚强一点 让二姐看到你 坚强的那一面 然后让二姐不要那么担心 然后给他更多的勇气 二姐一定会没有事情 我相信 今天有在看 湘 湘泉 最后 帮二姐打气 你有什么话要跟他说 二姐 弟弟 真的 很爱你 很爱你 然后我每天 都有在帮你祷告 然后我相信 我相信你一定会 一定会好起来 然后你要坚强勇敢去面对 这个事情 我相信你一定会做得到 你一定会 重新 可能半年以后 你一定会漂亮的再站出来 再回到你最喜欢的舞台上 然后跟大家分享你的经验 你战胜的故事 分享给大家听 你怎么战胜这个 癌症的病魔 给 观众朋友看 然后 然后 勇敢地坚强起来 然后你还有两个 那么可爱的小孩还有姑 所以 二姐加油 弟弟会很爱你 然后大家都很爱你 一定要加油 呃 呃 愿琪 加油 uncle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得到 刚才相权所讲的那些 好 我们现在愿地好 等到 愿琪 好了以后 第一个 要来节目里面 跟大家分享 就是 怎么样能够 乐观的 用什么样的方式 能够战胜病魔 另外 uncle要请你来节目里面 跟大家讲 你老公有多白烂 然后到底会是什么样的状态 我觉得让大家来听听看 那你们小两口 到底是怎么样 像这样的 其实那就是放闪的一个方式 OK 袁琪 加油 你一定可以的 OK 谢谢小权 也非常谢谢所有来宾 真正有词 我们下次见 拜拜